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处于领先的地位 充当世界强国的角色 只是到了近代的两三百年 西方国家崛起于工业革命的时候 来自白山黑水的满清统治者 却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使中国成仰落伍者 逐渐落后于世纪 落后就要挨打 这是万古不变的从民法则 甲午中日战争 中国成了日本的手下败将 中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马关条约的签订 让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撤坏肥肉垂涎三尺 一轮瓜分中国的狂潮由此掀起 西方列强趁火打劫 妄图吞霸中国 腐败的满清政府内容外患 无力抵抗 随着战争赔款的加深 人民不堪重负 终于也发了义和团运动 深宫大院里的慈禧老太后 面对列强企图瓜分中国 租界 港人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做法 也让他的忍耐达到了极限 在清政府军队软弱无能 贪生怕死的情况下 竟愚昧的要借助刀枪不住 枪炮不伤的义和团夫卿灭扬 令他们进京秦皇 团民在进京途中 沿途屠烧教堂 拆电线 回血路 攻进天津租界 各国公使要求清政府取地义和团 但未获得回应 随着义和团运动 在直立和京津地区的迅猛发展 1900年5月28日 大英帝国 美利坚合众国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德意志帝国 俄罗斯帝国 日本帝国 意大利亚国 奥匈帝国等八个国家 决定联合出兵 以保护使馆为借口 镇压义和团为名 行瓜温和掠夺中国之使 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 清华的八国联军 总兵力前后约为五万人 装备精良 声势浩荡 一路烧杀略强 清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 表面上向列强各国宣战 暗地里却破坏义和团运动 向侵略军妥协投降 八月十四日 北京失县 慈禧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 八国联军进城后 所到之处 杀人放火 奸淫抢掠 从子进城 中南海 宜和园中 偷窃和抢掠的珍宝 更是不计其数 其中 著名的万元之元元明元既因法联军之后再遭截掠 至此彻底沦为废墟 十二月 列强各国 除出兵的八国外 又加上比利时王国 荷兰王国 西班牙帝国三个国家 向清政府提出义和大纲 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新丑条约 新丑条约共有十二条正文和十九个附件 主要内容为 清政府向各国共赔款四点五亿两 以关税 延税和常关税做担保 分三十九年还清 年息四厘 本息共九点八亿两 划定北京东郊民向卫使馆接 允许各国驻兵保护 不准中国人在境内居住 拆除大孤炮台和北京至海通道的各炮台 在天津周围二十里内 不得驻扎中国军队 列强可 以在北京驻扎防守使馆的卫队 并在京与铁路沿线 包括山海关在内的十二个要地驻扎军队 至少两年内禁止中国进口军火和制造军火的材料 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 或参加与诸国筹敌组织 为者处死 各省官吏必须保护外国人的安全 否则即行革职 永不续用 承办在中国义格团运动的首获诸臣 在外国人遇害被虐的地方 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 对德 日谢罪 清政府分派亲王 大臣复德 日两国表示惋惜之意 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之处建立石牌坊 中国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 班列六部之前 并指定黄独亲未担任外务大臣 新丑条约的签订 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 给当时的国家和人民 带来了空前沉痛的灾难 一百多年过去了 当年入侵中国的八个强盗国家 如今怎样了呢 多行不亦必自闭这句话 似乎并不灵眼 当年的八个国家 现在大多依然是世界强国 并且主宰着国际事务 联合国武偿权是当年的主角 只不过 中国是成功逆袭 其他四个则是群殴中国的强盗 日德义是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 虽然成了战败国 可如今依然是经济强国 只要奥匈帝国在一战之后 就解体 分裂成了一堆大大小小的中东欧国家 称为复国俱乐部的八国集团联盟简称 继以八成员国为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加拿大 日本及俄罗斯 除了由加拿大替代奥匈帝国 基本就是当年的八国联军成员国 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综合国力超强 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并在将来相当长的时期内 继续保持其霸主的地位 一是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 总体上最强 确保其世界领先的地位 二是美国企业 特别是大企业 将继续保持核心竞争优势 三是美国为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 又反过来对发展经济和科技 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军事加美元为手段 足以让美国保持其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 并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 大部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英国作为一个老牌殖民帝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开山始祖强国 国际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曾经的日不落帝国 虽然经过一战 二战 冷战和经济危机的打击 已基本退回了英伦三岛 但人家还延续着一个英联邦体系 继续在世界四分之一的领土上发挥着影响力 又是武昌之一 在国际事务上与美国一步一趋 在国际上还占据着一席之位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英法两国在历史上是可谓是相生相伴 一会是冤家 一会蒙酒 与英国一样 经过一系列变迁 原先的殖民地大多数丧失 不过 靠着戴高乐在二战时组建的流亡政府 勉强跻身于武昌 凭着其老牌殖民帝国的地位 综合国力不可小 区 为欧洲双强之一 与德国共同引领欧盟事务 在国际事务中也有着较强的影响力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这个挑起两次世界大战的国家 虽然两次战败 可就像打不死的小强 二战以后 尽管在政治和军事上被美国死死地摁住 他们却在高科技和高端制造业领域独步全球 在整个国际事务说不上话的情况下 他们以经济实力对欧洲事务发挥着主导性影响 目前是欧盟的老大 继DP排名第四 日本国 这个东亚岛国是近现代以来 给中华民族带来最沉痛灾难的国家之一 另一个是俄罗斯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 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以后 由于受到超级大国的庇护 战争罪行一直没有得到清算 凭借其从中国搜刮来的钱财 一直保持着迅猛的发展势头 经济总量GDP长时间为占居世界第二 直到2009年才被我们超越 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 不甘 欣喜目前在国际上的存在感 正谋求参与地区和国际政治 经济和安全事务 梦想着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意大利共和国曾经的地中海霸主 老牌强国 工业 军事科技水平很强 但对外战争中似乎是专门备用来搞笑的 打起仗就是个渣 连个埃塞俄比亚都搞不定 成了名副其实的猪队友 不过意大利还是平息经济实力进入GDP 成为富国俱乐部中的一员 俄罗斯联邦 想当年的苏联时代可是风光无限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并存了几十年 华约与北约抗衡 军备竞在不断升级 苏联解体后 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联邦 曾一度衰弱 好在普京力挽狂澜 让俄罗斯在衰落中恢复元气 受经济问题困扰 俄罗斯靠着出卖丰富的能源和先进军工产品 依然混得风生水起 国际舞台上 俄罗斯以仗其武常的地位和大国地位 依然是世界舞台的主角 影响 立出美国外还无人能及 奥地利共和国 匈牙利党 奥匈帝国是唯一得到报应的国家 一战后就解体了 分成了捷克 斯洛伐克 匈牙利 奥地利 斯洛文尼亚 克罗地亚 波黑 此外 还被意大利 塞尔维亚 乌克兰 摩尔多瓦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大小不同的占领着 奥地利共和国在二战时驻咒为虐 纳粹德国战败后 被同盟国和苏军分别占领 重新获得独立后 痛定思痛 宣布成为永久中立国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经历了匈牙利民主共和国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几个阶段 如今的匈牙利 只是作为想敌的身份加入欧盟和北约 找点存在感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